台湾著名男演员黄志强因直肠癌,历经长达32次的放射性治疗,其痛苦过程,机遇催人泪下,他悲愤地向观众倾吐道, 我的全身毛发几乎全部脱落,甚至连胯部都被灼伤,简直是生不如死啊。 这一幕让现场嘉宾无不为之动容,黄志强近期参加了台湾知名综艺节目《新闻哇哇哇》, 讲述了他在医院接受直肠癌治疗的艰辛历程,最初他采用了化疗和放射性治疗相结合的方式, 但随着病情的恶化,最终不得不改为主要依靠放射性治疗。 令人震惊的是,他竟然经历了高达32次的放射性治疗。 在最初的几次治疗中,他并没有感到明显的不适, 然而随着治疗次数的增加,他的下半身开始肿胀,甚至连走路都需要借助墙壁的支撑, 这让他自己都不禁感叹,真是太痛苦了。 黄志强回忆道,当他完成第三十次放射性治疗后,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折磨, 于是向医生坦白,我真的坚持不住了,我认输了。 然而,医生却告诉他,只要再坚持两次治疗,就可以结束这个漫长的疗程。 在医生的鼓励下,他终于咬牙,挺过了最后的难关。 如今,他已经成功战胜病魔,恢复了健康,在节目中。 他勇敢地向观众展示了那段痛苦的治疗过程, 让无数人为之感动,许多网友纷纷留言感慨, 志强大哥,真是太坚强了,能够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描述治疗过程。 只有亲身经历过化疗的人才会明白, 其中的心酸、化放疗的过程实在是太煎熬了。 祝愿所有正在抗癌的朋友们都能度过难关, 看到这些,真的很难过,我们要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。 作为曾经通过歌手,节目一举成名的台湾方言,音乐人黄志强, 他的父亲,正是那位已经过世的台湾歌坛传奇人物,黄秋田, 当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,留下了高达数亿元的巨额遗产。 这位热衷于探索世界的旅行家, 他的足迹已经踏遍了地球三大洋河七大洲的每一寸土地, 他笑着自嘲道,自己的身体里, 仿佛藏着一个永远不会停歇的灵魂。 无论身处何地,只要被束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, 哪怕那里的环境在舒适便捷, 他都会感到内心深处的压抑。 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, 渴望能够找到一个出口来释放这种情绪。 当被问及至今为止所花费在旅游上的金额时, 黄志强露出了一丝尴尬的表情, 这个问题实在很难回答呀, 因为有些旅行是那种豪华奢侈的贵族之旅, 而有时则是乘坐廉价航空的自住旅行。 如果要大致估算一下, 恐怕我已经把一栋房子都玩光了, 毕竟我的旅游历史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。 黄志强坦言, 只要精心策划一次旅行, 回来后, 他的心情就会变得格外平静舒畅。 我是一个不赌博, 不嫖娼, 不吸烟, 不吸毒, 不酗酒的无趣之人, 我唯一的爱好就是四处游历, 无论是参观古老的建筑, 品尝应运美食, 还是体验时尚品牌, 只要能增长见识, 缓解压力, 这些都是我最钟爱的旅游方式。 如今, 身为冠军梦想台电视公务员的黄志强, 已经实现了环游世界的梦想, 他说自己是那种愿意退休, 却不愿完全停止工作的人, 但我绝不会成为工作狂人, 我会始终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情。 对于工作, 他总是全力以赴, 而对于薪资待遇, 他也有着明确的底线, 黄志强的足迹遍布美国东部, 西部, 澳大利亚, 欧洲, 南北极, 以及东南亚等各个国家和地区。 过去, 他出国旅游, 通常会选择经济仓,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 他开始更倾向于商务仓或头等仓, 因为他深知, 随着岁月的流逝, 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自己, 年轻时要努力拼搏, 年老时要尽情享受劳动果实, 这才是真正的快乐生活。 如果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, 只是用来支付医疗费用或者纳税, 那么我会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傻瓜。 最近刚刚结束海外旅行回到台湾的黄志强, 每天都准时出现在冠军梦想台上, 然后下班回家, 他迫不及待地计划着下一次的探亲之旅。 虽然他的日程表已经非常紧张, 但他仍然希望每年至少能抽出半年时间来进行旅游。 他略带无奈地说道, 我在日本的妹妹, 在美国的亲戚, 还有那些移民到其他国家的朋友们, 都在不停地催促我, 安排时间与他们见面。 然而, 由于现在的假期有限, 我无法像以前那样, 一年中有近八个月不在台湾, 最多只能挤出一个月的时间, 而且还不能一次性全部用完, 否则我无法向老板和粉丝们交代。 黄志强坚信, 自己这辈子不会结婚, 也不会生育孩子, 因为他觉得, 如果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花不完, 那岂不是便宜了别人? 因此, 在他还能自由行走的时候, 他希望每年至少, 还能安排半年的时间来进行旅游, 尽管这样的旅行, 可能会让他再次耗尽一栋房子的财富。 但他依然觉得, 这是值得的, 因为这是他表达对自己关爱的一种方式。 虽然娱乐圈中选择独身, 或者成为丁克的明星数量可真不少, 但能像72岁男星黄志强这样, 潇洒地坚持不婚不遇的, 实在是凤毛麟角, 更令人惊讶的是, 他近日竟然公然表态, 称自己并无留下遗产的意愿, 原因尽是, 不愿将财富便宜他人, 手中掌握着高达数亿元的财产, 却始终热衷于挥霍享受生活, 他不仅对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嗤之以鼻, 甚至连用遗产来交换晚年保障的念头都不曾有过, 黄志强的思维方式可谓是颠覆传统, 这与他的家庭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 现已步入老年的黄志强, 其实拥有一个特殊的身份, 他是一位新二代, 他的父亲是一代民谣歌王黄秋田, 黄志强继承了父亲的音乐才华, 成为了一名闽南语歌手, 其代表作品包括歌手和难忘的凤凰桥等, 然而就在2010年71岁的黄秋田离世, 将价值上亿的家产全数留给了黄志强, 这时或许有网友会疑惑, 黄秋田与黄志强父子间的年龄差距似乎有些微妙, 两人仅仅相差13岁, 难道黄秋田在13岁时便已经成为了父亲吗? 实际上事情并非如此复杂, 原来黄志强并非黄秋田的亲生儿子, 而是他的外甥黄秋田一生未娶, 于是他的姐姐便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了弟弟, 虽然黄志强与黄秋田并非亲生父子, 但他们却是血浓于水的亲人, 只是黄秋田的姐姐恐怕也未曾料到, 自己的弟弟选择了不婚不育, 而他过继给弟弟的儿子亦选择了同样的道路, 这个原本因传统观念而形成的家庭, 最终彻底摒弃了繁衍后代的观念, 导致黄家庞大的财产无人继承,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, 为何不能将财产留给其他亲戚呢? 黄秋田将财产留给黄志强, 岂非也是将遗产交由亲戚继承, 然而黄家的实际情况, 似乎远比我们所看到的要复杂得多, 黄秋田曾在节目中谈及财产继承问题, 他坦言, 起初对此毫不知情, 直至养父黄秋田离世, 方才得知一切早已被妥善安排, 黄秋田为黄志强留下的不仅仅是房产和现金, 还有股票、保险金以及割取版税, 这些足以保证黄志强未来的生活无忧无虑, 然而毫无悬念的是, 黄秋田离世后, 黄志强也陷入了一场激烈的遗产争夺战, 一些亲戚纷纷登门拜访, 试图分得一杯羹, 真是谢天谢地, 黄志强在这场亲人遗产争夺战中, 无论从情感或是法律角度来看, 他都占据着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, 最后几亿元的财产, 竟然被他独揽怀中, 这个结果实在让人大低眼镜, 原来, 黄志强曾公开承认, 自己长久以来与养父黄秋田相依为命, 对亲生父母却只字未提, 这其中是否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? 然而, 说不定正是这次意外收获的巨大财富, 导致黄志强的金钱观念,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 他常常一时兴起, 变灰金如土, 几百万的豪华轿车, 几千万的奢华项链, 说买就买, 毫不犹豫, 这些昂贵的物品到手后, 他似乎并不懂得珍惜, 甚至在电视节目中展示自家的珠宝铭表时, 他竟直接将它们装入购物袋中带过来, 黄志强还分享了一段颇具戏剧色彩的经历, 他在逛街时偶然瞥见一辆心仪已久的名车, 但由于当时衣衫蓝绿, 进入店里后受尽冷遇, 唯有一位销售人员主动上前接待, 然而, 黄志强对此毫不在意, 他果断全额付款购得名车, 甚至还允许销售员额外收取高达二十余万元的费用, 仿佛买车就如同买菜一般, 轻松随意, 值得一提的是, 就在此次宣布放弃遗产之际, 黄志强还透露了自己另一个极度烧钱的爱好, 旅游, 他坦言, 趁现在身体还算硬朗, 每年都会规划出半年的时间外出旅行, 预算高达一套房子之据, 他认为, 这才是真正关爱自己的表现, 对于黄志强的这种生活态度, 网友们纷纷发表了各自的观点, 有人赞赏他活在当下, 尽情享受生活, 有人则感叹他的孤独与无奈, 大约两年前, 当黄志强首次公开谈论自己身患大肠癌的经历时, 他并未因为疾病而渴望得到子孙后代的照料, 反而更加强化了珍惜眼前时光的信念, 这便是黄志强的坚定与乐观所在, 当然,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, 在黄志强成长历程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, 他的养父黄秋田, 黄志强56岁那年, 其养父依然建在校内, 这位慈祥的老人, 从未催促儿子早日成家立业, 生育后代, 那时的黄志强, 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, 养父会在身后留下如此丰厚的遗产给他, 从这对父子身上, 我们深刻领悟到, 父母给予孩子最宝贵的财富, 并非仅仅是金钱, 更重要的是, 支持他们去追求更多的人生可能性。